女朋友这个不行了 女朋友这个极够像 英哥我女朋友是患者 你女朋友患者 你女朋友不在现场 你跟我聊 我也没办法啊 哥们 英哥听得见吗 能听见你说 就是我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就是我女朋友 她是在国内这边 做那种教外国的小孩 识中文的那种 就是一般的客户都是那种亚裔的 然后她自己本来在泰国 就是当过那种中文老师 当了一年多吧 然后回来做的这个 其中有两个事 就是她想要去美国 第一个她是没去过 然后第二个是 她在美国有个家长 一直鼓动着她来美国 那个家长就是在洛杉矶 然后那边local 很早以前就出国了 然后有三个小孩都在那 都上她的课 然后就鼓动她 就这两个原因让她过去 然后她的想法呢 让我也过去 我自己呢 是做游戏策划的 我在想 我过去是找不到工作的 等会 等会 你是什么 你是游戏策划 你不是天天爱骂那个角色吗 那躲在幕后骂谁 你不当心 你去就行了呀 你哪个游戏策划我听听 笑嘞吧 我天天打游戏骂策划 哪个游戏策划我听听了 你先说这个事来 我先听听 狗策划 对 这不狗策划吗 这不是 狗策划 你是哪个游戏策划我听听 一梦江湖 手游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把策划科技 那啥的 都你策划的吧 我不涉及那个运营活动 那先骂他 先骂他那种狗策划 感谢扁动的水晶酒 不行我得泄愤 终于碰出个策划的了 好好好 先骂他一顿 完了咋问你女朋友咋的 然后他就想过去 就是那边也有那种 中文老师的那种岗位 然后是给那个工作签 然后我自己是 大学的时候去那个美国游学过 办了个十年旅游签 所以第一个是过去这个签证问题 第二个是过去工作的问题 然后当然最好肯定是把他劝回头 大哥问你 大哥问你一梦江湖 前身是不是处六相 我只能说 引擎都是一个 就是啊 听懂了吗 那个善才哥 这意思就是 那个拿储柳香那换的皮 狗策划 狗策划 就知道全钱一天 储柳香把我伤透了 那个不行 你这有后门吗 能不能走个后门 不行我带我 我带我茶王哥 我们去 我们去那个 让我们当妈狗托 能安排吗 我能给你拉两千 我能给你拉两千 不是 我能给你拉两千人稳定在线 你能不能让我海螺军团去当狗托 我们就不骂你 我自己都安排不了自己 你如果 你让我换个小公司可能可以 再踢了 把老板伤了 行 你现在咋的 所以咱们说正事 你想跟你女朋友一起 一起上美国 我不想上 第一个是 就做好两手准备 第一个真的要去能干嘛 第二个是 怎么劝住他 他有点 我是有点能力不够 劝不住 不是 你刚才跟我唠 你有美国签的意义是啥呢 是说要去也能赔 就是要去的话 到底能干啥 就是这个 我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你女朋友 这个所谓的工作钱 基本上也就是十几块银小时 他这总不可能一周上六天班吧 他不是刷碗 对吧 顶多就顶多就是十几块银小时 到不了二十 他好像跟我说是四千到还是五千 孙亚龙的罪恶手游 我 过不去了这个坎 我告诉你 就是首先 他挣这点钱 就是所谓工作钱 在本地生活不够 不够 远远不够 他必须得 就是他必须得 你除了捏有牙子来 必须得出来按摩来 必须当服务员才能够 他那边说的好像是会给包住 好像是 那你跟他去你也住人宿舍里 那我不知道呀 我过去我都 我过去真就刷碗去了 我在那 就是啊 那你的意义啥 咱说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你去的意义是啥呀 你俩的日子过得更好才行啊 日子过得好与不好 不能看你折合剩了多少人民币 日子过得好与不好 得看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档次 和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下 这才叫好与不好嘛 对不对 你现在你他工作前来了以后 你这十几二十一小时的工作 一个月说把他打完税 两千多块钱到手 住个员工宿舍里面 你的生活怎么体现更好了 两千多块钱 你就算分比不花 和一万多人民币 你牛逼到哪啊 那日子 怎么说呢 就是他就是想 就是想出国 然后又觉得美国还挺好 你要想看看 我觉得支持 世界这么大 我们要走走 没问题 你这个不是 你明显不是看看 工作现在一千上 你都是几年的东西 青春就这么几年 从你二十六七岁 以往好多人都二十六七岁 才从学校里面出来 从你毕业了以后 到你真正就是 这个你孩子一生上 那基本上就失去自由了 你就那么五六年 我实际上我告诉你 人生虽然很漫长 但是真正青春 就那么五六年 你这五六年选择上 上国外去大酱办饭 挣他妈两千多元一个月 还没事 还得走到 还得害怕后面神后 跟着你的老黑 这个我其实我知道 因为我当时 应该我是17年 还是16年去美国游学的 然后那时候就 感觉美国到处都挺破的 然后我们当时住的那宾馆 是那种汽车旅馆 然后那个墙上 还有那种雪字跟弹孔 当时就吓得我都不敢去留学 你看电影看 还能有雪字跟弹孔 给你扔他妈停尸房 扔停尸房 那床也得擦擦呀 咱就说 那妈推太平线 而且那床也得擦擦 你住宾馆里面 你每黑 你不能这么黑啊 哥们 你黑的我都停不下去 你扯淡 给前面有弹口 还有鞋子 打前面 你给人做梦的吧 是那个华盛顿的 什么汽车旅馆 就是那个地上 他们不是铺的那个地毯 然后有个小电视 小微波炉 然后那个地毯上 有那个雪字 就有那个雪字 就是往墙上打的眼 也没给你补 完你就跟里面住了 那 我说不好听的 哥们 我说不好听 就讲师上 收拾所 领餐 那餐盘子 也得刷出来啊 那宾馆不给你收拾 蛋管不给你补 你贴透明胶带 也是贴 我都不信 我说实话 下面个妈 狗策划 想象力丰富 就是丰富 不至于 不至于 哥们 你跟哪 你跟哪个州 也不至于 你要说地上埋 地毯埋 你觉得是雪字性 你要说墙上 还没有蛋口 你这纯扯毒的了 你这不是属于美黑吗 你这不是 我不能赞同你这个说法 绝对不支持 你这不是 纯这么狗策划 你这不是 你这还挺公正啊 我必须公正 那你 咱们可以 你可以治 我跟你说 我从始至终很多人老说 你那么美国那么不好 你不回来 我一直在质疑的是 他的制度和他的风气 我从来都在夸的是 他的本地 很多淳朴的老百姓啊 以及这个 这个这个 淳朴的老百姓啊 还有这些淳朴的老百姓 这些我是一直都在夸的 对吧 就是我 那那你说了 刚才这个 我就是想有 还有一个隐身的问题 想问 就是说 这比整个你还挺 你觉得美国就是 那种营商环境 那么不好 那么差 然后 整体的技术背景在那里 那为啥 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 就是尤其是我们半导体 感谢Joker的马西之网 他都比不了美国 而且他努力的方向都不是 就是往最初的制造做 就是往芯片设计方面做的 芯片设计相当于一个机器的什么部分 你说 最后的部分吧 这就是造车也好 不是最后的部分 是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如果 应该是芯片制造是最核心的部分吧 那你刚才说的不是芯片制造吗 芯片 先是芯片制造跟芯片设计不一样 中国的芯片设计能力已经比较强了 但是芯片制造这方面就不行啊 是造不出来啊 我觉得还是 你别觉得 我问你是造不出来还是不让造 造不出来 造不出来还是不让造 我再问你一遍 就是没有这个技术去造呀 造不出来还是不让造 我再问你 懂还是不懂 不懂你虚心点 构策划 我就是中国的这一代五纳米的U 就是靠那个理什么来着 就是从那个 从那个 我想不起来台湾那个晶圆厂叫什么 从那从那回来到中心之后才突破的五纳米啊 难道不是吗 我这么告诉你们啊 芯片上面来讲 它有专利 这个世界上面 现在这个世界上面 任何一项专利 没有不可复制这一说 但是会有什么呢 会有限制制裁这一说 你懂不懂什么概念 就说我 你是 你是加入到就是 全世界文明组 这里面 你是村委会的 你是村委会的 你尊重文明的 因为你希望我也要尊重你的文明 你发明啥了 你希望我尊重你 那我发明东西 你得尊重我 人家现在 现在人家发明东西 专利在人家手里头 不是说你是不能造 那就是我造不出来 我一个亿买个机器 行不行 八个亿买机器 你不能卖吗 不是这个东西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 没有你想的那么封闭 只是你不能做 如果从你国家生产出来 人家专利的东西 你这个东西就等于不尊重你 你当时加入到这个村委会的时候 你等于不尊重你的这个誓言了 明白吧 不是说 不是说那个问题 你现在如果认可 他们发明的这些东西 你认可的在用 他是造福人类的也好 什么 你认可的话 你就得跟着他这个 跟着人家这个制度走 为什么人家 把这芯片这个地方 你说我造一个机器人吧 这个整个下面 这个 这个你什么 那个铝合金打的 打的腿 完了大钢板 打的胸甲 这东西都到外面去做去 芯片 我来做 因为什么 既高 既高科技 又尖端 又是最贵的 然后又是耗人最少的 挑的都是自己有优势的东西 明白吧 中国被 为什么会被他们在外面 会被他们限制 不容 不容许 你这样 你不但是会造那个铁 那个腿 那个钢甲 你如果要是一旦让你学会 芯片这东西 你我要不制裁 你让你也造的话 你就完全不用跟我玩了 你自己就能把机器人造出来了 懂吗 那现在人家限制你这个东西 完了 你说不让你整 不带你整 自己学 不告诉你 你别问我这道题早做的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你 你就自己学 你现在说的这些当前的技术 是自己学 懂了吗 好的 然后最后就是英哥能不能再多更新一下那种洛杉矶的日常呀 因为我挺喜欢看那个B站有个up主叫那个什么细细的蓝线 就是他也会更新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些景民日常 我去更新景民日常去 这不是体现美国清明吗 我低了个B手机 我过去拍大杠帽呀 你敢碰我吗 我有病啊 我有病啊 谁 你告诉我谁好人出去没事去挑战大杠帽底线去呀 在法律上来讲 你是不能打我的 你就记住你干那个事 就是你说这个景民日常这个东西 就是他就疯狂在作死边缘 什么叫作死边缘 但凡 就是我今天是个大杠帽 我低了这个手搂子 我个手上拿子 我现在的规章制度是是那个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勾枪勾 你可以打他 视情况而定 我这个视情况 我只指定他妈按最坏情况打算 我能勾我能打 我绝对一点也不惯 你给你打成筛子 那么存贱皮子吗 可那更新什么景民日常啊 更新这种东西是啥 是用来挑战大杠帽的底线 在你眼里看完了以后 是让你看见 看美国那地方那么先进 一个国家这些人是可以挑战人家这个 这个这个挑战人家这个警察的这个 这个尊严的 挑挑挑挑战执法部门的这个 这个微信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你想的话 你这些人甚至有可能没看过这视频 咱家才会有这么多大老娘们 大杠帽宰着 还敢比比划划 还有敢 还有敢打大杠帽的呢 咱家有吧 对不对 这么不看都已经这结果了 还多更新这笔玩 我有病啊 好的我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你去那啥吧 你抓紧带你女朋友 你俩往盯胖锅上一啪啪啪 你俩往那一排排 一人整个纸壳盒子 一人一盖 挣他妈两千来块 大杠拌饭你一吃 你低了手机出去 去几分你去 你去就就去 踢那大杠帽宰着干什么的 我被你俩去拍 我妈听你说话就难受 你存什么 你是存认知不对啊老弟啊 那玩意能看吗 我问问你 那个东西你觉得这么很刺激 从那个当中去获得感觉 你看这不是存什么小民尊严吗 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 这不存小民尊严吗 可以突然挑战国家执法部门的威信 那个 这个叫什么 什么那个震慑力 你怎么都可以看这玩意呢 你记住那玩意不是给好人看的 能不能改改 以后别看他玩意 行吗 我以后不看了 对象黄了 现在给打电话告诉分手 你对象找好看吗 一般吧 一般不要了 你让他去吧 去了到时候告诉你 回来 我告诉你 就是他去 他说啊 我挣钱上拉弟的 回来以后 你也心里面 这个一直搁的 我不是跟你 我不是坏啊 你一直搁的 你截不开 你想你中间隔开两年 隔开三年 你看不着他 完了一整 一整给你打电话 你干啥呢 我美国这边流行健身 我跑步呢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哥们 你这玩意 咋的了 你别摔手机啊 没有 我把手机放下 你别摔摔摔摔摔摔 我跟你说真事的 这个地方 美国这个地方 他们很多 很多人呢 就年轻 年轻这些人呢 你对象岁数应该不大 他们比较自由 他们比较 你看啊 咱们家 咱们家电影也好 啥也好 很少有一见钟情 当晚上 稿里头的这个故事 你细拼拼 你能不能现在说出 哪个电影里面 有那种 或者是电视剧里面 有那种 是他俩 一眼对眼的 就直接就 除了那个 除了那个 有 有 小网站视频 除了小网站视频 有 那个无耻之徒 那他妈是你家拍的啊 吉林省芝加哥市啊 我现在不跟你说美国呢吗 不是 我现在不跟你说国内吗 你怎么 你咋回事 我说咱家没有这类的视频 但老外他们家有 我刚才网卡了 没听着 我的意思是说啥呢 中国跟美国文化底蕴 表达方式不一样 老外很多一见钟情 当网膏里头的 国内没有什么这种剧情 明白吧 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文化基础 不符合我们的底蕴认知 但是在美国很正常 喜欢就要大声讲出来 而且不是说像咱家这种 这种认知说 那不行 我小姑娘 我不便宜你了吗 妈 国外没有这个姿势 没有这个姿势 小勺 就是 国外没有这个说法 你凿巴我 我还凿巴你呢 你光了 话可话可的 你看我话不话可 你就完了 他两个人互相这么想的 你想你 你女朋友到了这种环境下 就他一个人 一跟你说跑步 你还能正常理解了吗 先分乐得了 你听我的先分手吧 他是去也好不去 爸先跟他先分身手再说 去吧 这多好 小孩听说精炫呢 听说精炫多好 这听说听到多好 乖孩子 先分手 哎呀 好 好 这一年